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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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星瑶 你怎么来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搬到你家对面了 你喝酒吗 现在我搬完家 有个应酬 有些案子啊 就得陪客户喝几杯才谈得下来 幸好你没去 不然 我还要替你当酒 我知道 你啊 不能碰酒 没 没 没事 没事 我喝多了 一个人不太方便 来 联盟 我来一下 许副总 这是让沈一座太来爆饭了 我来吧 我来吧 我加段到这儿二十分钟 你等我啊 孟茴 那个 你转过去 我 不是 手机转过去 好好好 孟茴也在啊 不用麻烦了 我有沈亿就够了 你也别太介意啊 我呢 也没她把沈亿当一星 谢谢啊 不对 你是说 你衣服脱不下来 一个人不太方便 是 够不到嘛 你看 那你是怎么穿上的呢 可能我喝多了吧 等我酒醒了 就能脱起来了 走 走 你们说她是不是在挑衅 正常同事关系 再亲密有必要帮忙拉拉链吗 你总算开窍了 人家都主动出击 搬到沈亿家去做邻居了 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行李 搬到沈亿家里面 去宣誓下主权吗 同居吗 可是我们才刚确认关系没多久 好像也有道理 从心理学层面讲 雄性动物想要组建家庭关系 第一步就是筑巢 一旦建立领地意识 对配偶的忠诚度也会随之提高 会共同抵御外来入侵者 可是筑巢不是为了预寒取暖吗 错 是为了凡眼后半 凡眼 不太好吧 喂 下午开会吗 一起 好 那我待会儿就来 拜拜 你下午要去她公司 要一起来聊腮虎 好机会啊 徐显耀在吗 嗯 听我的 今天不聊腮虎 就秀她 秀 秀恩爱 建立领地意识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和沈亿才是一顿 呃 我觉得这个拼色腮虎特别好 现在连腮虎 都是沉双沉对的了 可能有些腮虎现在还单着 但是不用急 我觉得很快也能找到归宿 嗯 而且你们看这个小盒子这么小 装两颜色刚刚好 三个太多了 那孟小姐 有没有用过渐变色的腮虹啊 往左边一点 是紫色 往右边一点 是粉色 取什么颜色 全看刷子的心情 跟盒子的大小 没有任何关系 不是咱们这 徐副总和咱们孟两 在聊色系吗 我还听着像是在讨厌中聊 为什么我觉得我听到 没句话 当然全部听不到 别想了 他们俩根本没在聊彩虹 嗯 孟茴 你来定吧 你做主 沈亿 这是关系到公司未来 一个季度银额的大事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感情用事吧 可我做这款腮虹 本来就是准备送给孟茴的礼物 是否盈利 我不看重 我没说过吗 没有 真没有 那我先来说了 老板 天秀 怎么样 你修恩爱 许心瑶什么反应 她被沈亿恶心吐了 十一例 谢谢啊 谢谢啊 之前功夫喝酒的时候 也没想那么多 接下来几天 可能要耽误工作了 身体与工作重要 真好喝 真好喝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了 你是说周吗 嗯 你不用谢我 孟茴主的 许副总 好 这个是会用蒸汽水 你喝一只 然后盖好被子睡一觉 保证药到病处把病全消 你这不对正本 我是熬夜喝多了酒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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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也不像是会照顾人的 平时都是别人照顾你吧 反正我是这样 不管是发烧还是呕吐 或者是吃错东西 我都喝一只这个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感觉吃了药就好了 那你经常生病 没人照顾吗 在遇到你之前 要不你搬到我家去 再说 再说 给你倒了点吃的 第二份半价 吃吧 没事 这么出然啊 你怎么拿给他们回啊 哦 给他吃这些打折的 不太好吧 我想跟他通知 这么突然 为什么 你看 他落我这儿 别吃肉 胖了还要瘦 别花钱 穷了还要赚 别伤害别人 你赔不起 受伤害 抑或是 你能挂带了小巳 记者 mesela 底总要 tip 他突然说 你的手里 有不成功 还有什么 他很选择 强烈啊 独立一位 这是一位 会少去很多麻烦 况且我们现在 已经去立关系了 我请女朋友一起住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是没什么 但是你的语气就好像 让她陪你去市场买个菜 那 那我应该怎么说 她才不会误会啊 我只是想照顾她 我不想让她觉得 我有什么企图 你难道没有吗 我 我 我当然没有了 沈亿啊 我现在不建议你们通局 为什么 你确定你喜欢孟茴 和那个脸上有疤的女孩 没关系吗 我确定啊 我之前不是认错人了吗 我有时候还在想 幸好孟茴不是她 要不然 我还真的分不清 我对孟茴的感情 你说万一 我是说万一 我心爱的女孩 是我伤害的人 我会很痛苦的 我想告诉你 算了 我再想想吧 算了 我再想想吧 什么呀 没什么 吃吧 饿了 怎么办啊 魏蕾 我觉得沈亿今天要跟我提同居的事了 你说 我是马上答应她呢 还是再担担 听我的 要矜持 让她至少开口三次以上才行 哪儿 快 是不是有事想跟我说 那你还说吧 可据的企鹅呢 你 也是难逃全球变暖之害 其生存日益受到的 你 比如说今年的七月份 南极地区就连续爆发了 你对气候变暖怎么看 导致成千十万 我是说穷求气候变暖 南极的企鹅即将持续 宝贵的家园 他们该怎么办 你现在是捐钱给小孩子们 还不够 想要支持绿色环保事业是吗 不 我就想问 企鹅要不要换个地方住 你是想说 帮企鹅寻找新家园是吧 我觉得 企鹅其实还挺适合 和北极熊一起住的 他们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那 可是北极熊突然去接企鹅 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 是呀 他疯狂暗示不肯直说 太过分了 居然要等你先开口 所以北极熊的意思是要等企鹅 先开口提出一起住 这样北极熊就不怕被拒绝了 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北极熊和企鹅才刚认识不久 北极熊也不知道企鹅会不会觉得这么快出一起 有点不太合适 其实我觉得企鹅应该明白北极熊是一片好意 住在一起呢 是为了更好地照顾企鹅 而且企鹅也知道北极熊有很多的担忧 所以不好意思提 但是对于企鹅来说 北极熊想的那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因为企鹅非常理解北极熊的心 所以北极熊不用担心企鹅会误会他 因为对于企鹅来说 北极熊是非常好的伴侣 企鹅真的这么想 我想吃的 那走吧 去哪儿啊 去帮企鹅搬家 快 那我们现在开始收拾 他还帮我搬家了 秦瘦 我觉得他预谋已久 好了 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带的东西 那你这就收拾好了 我的皮卡丘拖鞋 小兔子的睡衣 还有可以抱枕 还有小圆灯你都没有拿 你箱子这么小 怎么装得下我整个家 你放心 北极什么都有 我去过北极 北极真没有 你现在再去看看 真的什么都有 走 我 我 你 你 我 他 我 我 我 走 你什么时候不吃的呀 吃这儿来 我现在放一下鲜蜜 她布置房间了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还准备了情侣拖鞋 是 那下一步就是劝你换衣服了 她也给你准备了 你穿这个会舒服一些 好 回去换吧 是不是还准备了情侣呀刷 我告诉你 搞不好水管都是提前动我手脚的 一会儿漏水把你搞得很狼狈 衣服都湿透了 它才出现 就这个套路 我都背下来了 谁呀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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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都没有给75 都没有给》 冲好了 我还有在这边 我能不要拿来 睡过了 要不要拿来 其实我还是要不要拿来 你还能拿来 汤 或者是 我安排 我拿来 您利用 你没事吧 别照亮了 你脸怎么红啊 腮红 你等我一下 我说没说错 你实在是一家安乐监控吗 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跟你讲这都是有剧本的 孟茴 你现在回家还来得及 我是让你去宣誓主权 没让你肉包子打狗啊 你要穿我的吧 这件衣服我处理一下 一定就能穿 那你穿什么呀 我穿不穿都行 至少 你有什么事 你词你 做什么事 我现在做什么事 我说你还没说 那她维靠架 你站在这边 他说过 我你不想去 那我们去 你不想去 好 等一下 你家只有这一个卧室对吧 对啊 那就有一张床吗 也不能这么说吧 怎么了 你是不习惯吗 那我再撤撤外吧 没关系 我适应一下就好 真的 莫怀 你怎么不给我信息啊 我告诉你 你可千万别掉那沈亿的圈套啊 她就等车里薪金 就是想把你添到床上去 你等一下 你扶重一点 我看到了什么 沈亿你真是绝了 都住在一起还是上下床啊 沈亿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啊 不对啊 沈亿 你可真是一个男人啊 好吗 我先睡了 安安 拜拜 那我关灯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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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 你这个颜色 还需要再调一下 我要的是世界上 最美的粉红色 你这些都太严肃了 那有什么具体要求吧 就是 世界上最美的粉红色 无非就是女生 在害羞时 由内而外 透出来的飞黄 我要的 就是那种颜色 明白吗 看来你永不明白 好好想想吧 说法的确是甜的 明白了 描述得也非常动人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 这种颜色和五彩斑斓的黑 有什么区别 好 难道我调色的时候 还挺感觉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抽空去问问梦小姐喽 你别说 这还给你小机灵 沈亿 刚回来 沈亿回来了 徐副总也在 徐副总也在 我刚搬过来嘛 今天吃饺子 还没买醋 你能借我点吗 行 怎么办 感觉我要助潮失败 傻呀你 他管你借错 你管他这饺子呀 沈亿 你来拿醋是吧 我用完了 好 念念 其实 我不是来拿醋的 孟茴她想吃饺子 我们本来想点外卖 但是我不想让她久等 所以想给你借点饺子 我 我没有饺子 没有饺子 你借什么醋呢 可是我这样做真的好吗 会不会让沈亿为难啊 毕竟他们俩是同事 而且 许心瑶喜欢沈亿 那是许心瑶的事 可是沈亿对我很好啊 我这样让她夹在 我们俩中间 是不是不太好 你找我啊 你找我啊 坐吧 你也知道 我们看上的专利 被别人买走了 我们现在需要 新的支撑技术 所以 需要你去到法国 继续谈合作 没问题 你了解我的 谈合作嘛 我的强项 对了 这次去要待多久啊 半年 或者一年 沈亿 你怎么突然这样 是不是昨晚误会了什么 还是 孟茴误会了 孟茴 你是不是 喜欢我 没有的事 你别胡思乱想了 都是搬家惹来的误会 其实 我也快搬走了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接触了 以上 那么我会放心吧 随医生 好久不见啊 有事吗 这么快就忘记 我们的约定了 美白真不是三十天打一次吗 时间还没到呢 我今天是来照美黑灯的 你上周才打了美白真 现在要照美黑灯 你要演办法呀 我时间真的很有限 你如果要做项目的话 去找别的医生吧 我买了你的术后护理 美白真 水光针 超声刀 抗衰了 我都快成为你们医院的股东了 你就不能多关照一下我吗 卫小姐 我今天还有 卫小姐 我今天还有 你是在躲着我吗 你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吗 喜欢我什么 找我作为一整能打车 你看不出来我 美黑灯对皮肤不好 你还是再想想吧 你是在关心我吗 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 是因为我不够漂亮吗 是因为我不够漂亮吗 你很漂亮 但是像你这种漂亮的女孩 我一天能做七个 我的工作 是为了帮助那些 有面容缺陷的人 比如先天性吐唇的孩子 做修复 还有那些因为意外 导致外貌受损的人 恢复漂亮 而不是为了流水线生产 把个人审美变成大众审美 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知道多少人追我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 喜欢你的人试试呢 因为我不敢啊 我怕他们问起 我以前长什么样 以后又会变成什么样 我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才一点保留都没有 我不用担心 被人拆穿的那一天 也不用担心自己 变老变丑的那一天 有的时候 我真羡慕回 他有神秘 他变成什么样 他都不用害怕 他就知道了 对 我不是 得到哪一天 他就受了 这次 我勾得真好看 也不知道他心不心动 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 我 我 我 拿一下 像你这种细长的眼睛 不太适合割欧式双眼皮 你要非要割的话 这种韩式的会比较适合你 不不不 我就要这种的 你是魏蕾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你本人比电视上更好看 我 我就要做这种的 我现在需要约哪位医生面诊啊 其实你的眼睛很好看啊 又细又长的 和你整张脸都很搭 就算你要做的话 这种并不适合你 可是我就想要做这样子的 气好你的 那就给他做吧 可是 这个世界上的美 本来就五花八门的 哪有什么大众小众 过时流行 可能你觉得美的人 他自己并不觉得美 那每个人想要去追究 他想要的那种美 难道有错吗 他连做几毫米都想好了 说明他已经做过功课了 就这样做 对 我叫他这种 我男朋友喜欢 等等 你做顺便 是为了你男朋友 不是 你干什么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觉得美 你做什么改变我都支持你 但如果你是为了取悦别人 取悦你男朋友的话 我劝你还是再想想吧 你是因为没有男朋友 才这么说的吧 如果你的男朋友 是因为你的欧式双眼皮 才跟你在一起的 你觉得他是喜欢你呢 还是喜欢你的双眼皮呢 我 谁啊 我兄弟 魏蕾 我闺蜜 隋医生 你说瞧不瞧 我都说了以后尽量少打扰你了 可我们总之还能遇到 缘分真是奇妙 谢谢啊 这个才是你的 孙岩她 照顾我惯了 你是我女朋友 好 爱无极物 那要是爱无极物的话 也关照一下钱你啊 我们去补妆吧 好 去吧 孙岸 其实 慧蕾这个人并不坏 我知道 是我之前对她有偏见了 如果 你是因为怕我尴尬 那大可不必 我们之前算不上什么 不要因为我 做一个好 算了 这么吝啬地跨别的女孩啊 因为 我只能看到孟茴的好 对了 今天约你出来吃饭呢 有重要的东西给你 你有空呢 就看一下 什么呀 你看看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喂 访客 找我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的话 恐怕当爷爷了我都不知道了 那不很正常吧 当年你做了爸爸你也不知道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这是你王叔叔他的外申女 书香门第 我见过她 个性远远 人也很雅致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这是刘伯伯他的外申 怎么是个男的 拿错了 你看看 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姑娘 个个跟你都是门当户对 怎么挑 都比你现在挑的那个 要强得多了 你如果执意要这样的话 你可能这辈子都抱不到孙子 我认为你们两个人不合适 为什么 那个像麻烦一样的孟茴 无论怎么样 我都不会接触她 成为我们千山集团的儿媳妇 我甚至都不承认我是你儿子 她更不可能会是千山集团的儿媳妇 那我们之间的血脉亲情 你是否认不了的吧 你怎么就能够知道 你现在做的决定 是正确的呢 你和那个孟茴走到了今天 还不就是因为那道伤疤吗 沈亿啊 沈亿啊 放下吧 我已经去查过了 她是从海市第一小学毕业的 她根本就不是你伤害的那个女孩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这里有资料 你自己看看 你是认错了人了 我早就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了 我跟她在一起 是因为我喜欢她 不是因为那道伤疤 那你既然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一直面对那道伤疤呢 你可以去选择更好的女孩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她在一起 是因为我喜欢她 不是因为那道伤疤 那是因为你不够了解人性 我问你 要是有一天 那个真的被你伤害的女孩 站在你的面前 你看到她脸上那道疤痕 你心里还会像现在这么样的坚定 认为只有孟伟才是最重要的人吗 你什么意思 我再告诉你 你和法国联络的那个实验室 已经被我打包给全部埋走了 什么 你要是再跟我这么闹下去的话 这些技术 我就算是把它变成了厕子 也不会留给你一点 你想让我这么做 很简单 跟她分手 血清蛋白修复的技术专利 和孟茴之间 你自己选一个 好好考虑一下 你不要每天都还是最多的 那我们是第一个绅士 祭兰的热衣 你自己运行 你就是 你真是谁 你要 lieber 也要努力 这か 你真是谁 他就不得了 你只是 看着你 你 但我能看到你在此间 靠近你以前我倒数时间 想找到你 想抱紧你 为此我宁愿再等一千年 直到遇见你 美好的不真实 无辞无语伦笔 你的双眼相钻尸凝视着 我 你是黑夜中的耀眼醒 我别让我 在时间坠落到我 眼睁我 像起心守护着所有的角落 让我 也爱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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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